师父今天跟大家讲 佛法跟大家谈一谈 人都有骄傲的心理 佛法把人的骄傲心理分成七种 看一看你们每个人身上有几种 慢我们说功高我慢的慢子 就是我们说的骄傲 过去说慢就是骄傲 你们不知道啊 功高我慢的骄傲会让你得到烦恼的 一骄傲的人烦恼不断 因为慢心会使我们妄自尊大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之后呢 就是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别人之后呢 碰到有道德的有水准的人呢 就不肯谦卑不肯低下头 然后呢慢心呢会让你觉得 这件事情怎么做我都是对的 然后执着的去寻找理由 来完成自己在心中定位错误的东西 明明是一个错的东西 非要把它想说圆满 明明这个事情没理由了 非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圆满自己 这就是慢心 那么有的时候你这种慢心会造成你的种种的恶业 所以骄傲心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大家看一看七种 七种你有几种 当别人在能力学问各方面 确实不如你自己的时候 或者跟你差不多 这个学识啊能力各方面跟你差不多的时候 慢心重的人就会自高自大 对他人啊不屑一顾 看不起他 哟不得了的 你有点本事了 算你有学问好吧 还照样看不起他 两个人差不多了 你有你的本事我有我的本事 还是看不起他 这是第一种 这叫慢 第二叫过慢 过于骄傲 过慢是当别人不论在哪方面都与自己相等 或者超过你自己的时候 过慢 就是让你顾不自封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不可能超过我的 我这点水平 他不可能超过我的 就看别人的短处 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这个人呢 笨得不得了 他在这方面行 他在那方面不行 那么看不到别人长处 就看见别人短处 第三种 慢过慢 慢过慢 就是当别人 无论在哪方面 都远远的超过你的时候 你的慢心啊 你的骄傲心啊 会使你歪曲事实的 你仍然觉得自己会胜过别人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吗 这个人回答问题回答得非常好 你就说了 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的 脑子算他灵活 你也可以找出理由啊 对不对啊 你今天在家里夫妻两个人 太太今天烧了一个很好吃的菜给你了 这个男的呢 骄傲 慢过慢 他就说了 歪曲事实 哎呦 今天烧的是不错 哪个饭店里买来的啊 或者就说 今天算你走运 你明天再烧一个这样的味道 给我吃吃看呢 他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他了 他也不承认 他也不卖账 他就是不认为别人在胜过自己 这种人叫慢过慢 而且他不能容忍别人获得的荣誉和赞叹 所以师父叫你们学博 首先要学会 当师父表扬别人的时候 你要学会赞叹 我今天说 哎呦 这个阿姨做菜做得真好吃 你们在边上 是啊 他做得真的很好 我也吃过的 随喜赞叹 有这个阿姨念的经真好 是啊 念的真好 这叫随喜赞叹呢 你看现在的人一说谁好 马上大家 一个人说好 对 两个人不表态 三个人冷眼看他 就是人 人就是现在这个样 明明知道比他好 也不满上 你比方说 一个女士在家里做了点什么事情 老公经常说了 但女人们应该这么做的呀 女人连这个都不会啊 哎问题你会吗 你也不会啊 你对不对啊 现在第四个叫我慢 公告我慢的我慢来了 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五蕴 甲何持生的 本来就没有我呀 你是谁呀 你生出来如果永远不给你取个名字 你是谁呀 你就叫个婴儿 长大了叫个学生 再长大了叫个大学生 毕业了叫青年 然后叫中年 死了叫老年 开最导会的时候 又变成中年 最早次上听到过吗 中年 七十八 当然这个中年不是那个中年了 终于结束的中年了 对不对啊 所以跟你们讲呢 我 你就会夸大自我 有我了 抬高自我 处处以我为中心 你们大家都要尊敬我啊 听我的指挥啊 所以有的人一到 法会上 你不让他出头 他难受的 他处处要出头 实在没活干了 声音讲得响一点 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再来 我慢呀 让大家看一看 这谁呀 这人很厉害啊 这人很有能力哦 到处要出头 希望整个世界都围绕他转 好像感觉世界离开他地球就不转了 你真的跟他讲地球离开你不转了吗 他还要说转得慢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人 第五 真上慢 真上慢 慢就是骄傲 大家知道吧 慢就是骄傲 所以过去学佛的时候 说功高我慢 很多人不懂啊 什么叫功高我慢 现在叫骄傲 过去叫慢 那么真上慢 就是在学佛当中 有了一点感应了 有了一点利益了 得到一些 这个因果的感应了 哎呦 马上觉得我挣到了什么果位了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挣到果位了 哎呦 我能看见这个 我能看见那个 我能看见菩萨了 我能看见这个 以为挣到了自己的什么果位了 所以不要自明得意 人生不要不可一世 还有一些人忙修 瞎恋 走火入魔 都会让他拥有真上慢 还有个悲慢 第六个 悲慢 就是 这个悲呢 就是自卑的悲 不是悲愤的悲 是自卑的悲 悲慢 悲慢的人呢 自甘 成伦 觉得我不行啊 我做不好啊 我什么事情 我都不行啊 到了手上就被我做砸了 那么你说 他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他还会有慢呢 为什么还会骄傲呢 我不行啊 我这个事情我做不好啊 你换一样事情我就做得好了 明白了吗 他不学习别人 他自己做不好 他还不肯听别人的 你自己做不好 你为什么不学学别人呢 他为了避免自己暴露自己的无知 他不谦虚啊 自己很自卑 哎呀 我做不好 我这个不行 我那个不行 人家说你学学 跟他学学呢 我不学 不学不尊重别人的优点 不知谦卑 这是不是一种骄傲啊 你今天开个工厂 你生意做得不好 你要不要跟人家生意做得好的人 学学本事啊 自己做不好 还不卖账 还不去跟人家学 那你就慢慢的就叫这个悲慢 大家听懂了吗 好 还有一个叫邪慢 邪就是邪气的邪 自己呢 没有真正学到什么学问和道德品行 为了博取世间的名利 为了自己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 通过各种手段 虚假的 获得名义 地位 然后呢 开始骄傲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就叫邪慢 所以 一个人的道德 在于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要善于看到自己的缺点 要懂得别人的优点 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 好好的 谦虚的 你才能进步 所以 不要 文人相亲 不要你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 学别人的长处 改正自己的短处 不要觉得自己有功高我慢的资本 慢慢地学会 改变 所以 慢慢地 学会恭敬 赞叹 对别人动不动就要 哎呀 你做得真好 你功德 无量 哎呀 赞叹别人 你一赞叹别人 你这个人 我慢心就没了 你不骄傲啊 别人都喜欢你啊 你看看你们有几个人喜欢骄傲的人啊 你一骄傲别人看见你 你就躲了远远 你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 家里怎么好 怎么有钱 让人家觉得你 很有钱 边上的人脸红了 你这个 本身 就是不够 啊 慈悲 慈悲的人 不要让人家过不去 慈悲的人 不要让人家脸红 慈悲的人 要懂得别人的感受 你不知道别人的感受 你这个人就不叫慈悲啊 他难受了 你把别人弄得难受了 对不对啊 就像个女孩子一样的 你自己各方面很好 你要照顾到别人感觉 人家一看到你 哎呀 什么都比他好 那么人家就会脸红 觉得难为情 一个男孩子也是的 你很好 你是一个大老板 你有什么必要 非要在人家面前 显得自己是个大老板 谦虚啊 对不对啊 打工的人 养活了你啊 你要这么想的话 你就会谦虚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真正的 我慢心一定要去除 不能让他滋养 天天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因为你慢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因为骄傲的人 我慢心重的人 他自尊心特别强 因为他骄傲过了 因为他的确是有一点成绩了 所以他有很强的自尊心 他觉得别人应该尊重他 而拥不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 那人家不认识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很多有名的人总觉得别人都认识他 对不对 师父跟你们想 师父到外面去 我觉得人家不认识我 是正常的 认识我是偶然的 我有这种心 我才要更好地去度众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过分地看重自己 因为你会失去你的平等心 要对别人尊重 不要随意伤害别人 学博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是相互的 你尊重别人五分 人家尊重你八分 你尊重别人八分 人家尊重你十分 所以你想让别人尊重你 学会先用尊重的姿态 对待别人 有时候不当心的一个藐视 轻视别人 别人也会很快地反馈于你的身上 另外师父告诉大家 自尊心强的人 有时候往往内心很脆弱 很脆弱 因为在他的眼中 有谁只要超过他了 他就会崩溃 他天天要别人讲赞美他的词 一旦受到打击 精神很快就崩溃 所以师父叫你们不要骄傲 好好学佛 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管怎么样 要学会尊重别人 那是学佛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是学佛人的最基本的